一个福音来去做一个调整 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前面这边都有一些这个宣传单项 那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好那这个有一个比较我们所谓的 大家通用的表格 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 勃起功能障碍的话 那可以先大家可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也许需要我们运药科专业的一个 咨询跟之后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 针对男生啊 我们有没有能够达到这个 维持国旗的信心能力 毫无把握就是零分 那如果信心满满那就是五分 所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有五项 第二项是当你受到刺激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这个阴晶可以插入 这个阴道的次数为合 所以如果次数多那就是接近五分 次数少那就是零分 所以之后呢 我们还可不可以维持勃起的这个次数呢 每次都可以那就是五分 那如果完全都没有那就是零分 那有没有办法完成刑访的这个过程呢 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就是零分 那没有困难就是五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们满足的这个次数的一个状况 完全没有那一样就是零分 如果有的话那几乎就是五分了 所以如果这些分数呢加起来小于21 所以其实蛮严格的哦 如果小于21的话 那也许可能我们男生就有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了 好那所以什么是勃起功能障碍呢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卫生研究院 他有定义勃起功能障碍呢 就是说我们男生没有办法达到勃起 或者是没有办法维持勃起 所以你没有办法起来 或者是没有办法维持 都算是一个勃起功能的障碍 那其实在各国的这个盛取率其实蛮高的哦 有26%到52% 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它还蛮常见的 在台湾呢 因为我们的民风比较保守一点点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针对990位的这个男生来去做一个调查 只有13%的人说自己可能有一点 不是状况那么OK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用刚才的这个表格 我们来去计算 其实有高达26% 也就是接近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可能有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了 其实还蛮常见的 但是呢 真正的在这一些人的当中呢 只有大概不到三成的人 来找我们秘药科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详尽的一个咨询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点姑息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啊这个年纪大嘛 本来就会这样子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延误了这一些可以使用药物去控制的一些黄金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一个统计啦 就是勃起功能障碍跟年龄的统计 这一条是中度勃起功能障碍 那这一条是重度 也就是其实男生开始从40岁开始以上 就会开始有一些些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些问题了 尤其是到60岁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这个曲线 直线上升 就是说这个年纪的这个 我们男生就开始有这一些 比较严重的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了 那正常的男性要怎么勃起呢 当然需要视觉听觉碰触甚至刺激的一个状况 那藉由大脑勃起的中枢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阴晶的地方可以做一个勃起 当然如果你直接的刺激他也是可以 那就是我们一个反射的一个勃起中枢 但是呢不管是由大脑或者是反射呢 那最后一定要通过这个副交感神经 下达这个指令到我们的阴晶 我们才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勃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呢 所以只要是大脑或者是周边神经血管 或是是男性荷尔蒙的不足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 都有可能会造成勃起功能的一些困扰 那譬如说有些人在之前做过一些骨盆腔手术啦 脊椎损伤啦等等 甚至有些人他在使用一些药物 高血压的药物 这些高血压的药物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勃起的这个功能有一点点的一个缺憾 好那还有哪些东西是勃起功能障碍的危险因子呢 其实慢性疾病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非常多的这个慢性疾病 包括了糖尿病 那其实接近有四倍的这个危险的一个状况 还有射护腺的疾病我们男性非常多的有一个射护腺疾病的问题 当然还有周边血管的一些问题心脏方面的问题 有没有开过心脏的手术啦 有没有放过肌架啦 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勃起功能 再来就是高血脂 现在高血脂三高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我们国人有关于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个危险因子 还有就是忧郁症了 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评估呢 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看过的这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才讲过了 如果你的分数小于21 那就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 再来我们有一个勃起因度的这个指数的评估表 那最不行的最不好的就是很像这个豆腐 有没有或者是蒟蒻吗 啪啪的 再来就是我们的剥皮的香蕉 再来就是带皮的香蕉 那最完美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小花的这个异度 所以大家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这个程度在哪里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男性搞固同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搞固同 或是男性荷尔蒙的部阻 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国旗的这个状况 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我们有一些问题 譬如说有没有性冲动能力的降低啦 是不是对军比较没有元气啦 或者是体力变差等等 或者是身高有一个改变 或者是对生活变得比较没有乐趣 甚至你有一个悲伤沮丧的一个状况 甚至有没有这个运动能力变差啦等等 或者是有些人晚上晚餐直播了以后 然后坐在电视前面就给电视看 打瞌睡的这个状况 那还有工作表现不佳 这些都有可能跟我们男性搞不同 也就是男性各种下降有关系 好那再来就是心情的一个这个评估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心情方面 譬如说忧郁啦 或者是一些这个困扰的话 其实都会让我们的这一个 勃起的这个状况 或者是你想要防止的这一个欲望降低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 要藉由检查评估 甚至之后使用一些药物来去做控制的 好所以说我们刚才讲过了 心理荷尔蒙神经血管 还有海绵体组织 都要是正常的 才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勃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现在有一些药物 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自费的一些项目 包括一些口服的药物 我们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威尔钢 西立氏 或者是热威状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可以帮助 我们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 再来有一个就是负压助勃器 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利用负压的方式来去帮我们的 这个类似阴晶的海密体 做一些附件的一些效果 但是最近呢 我们引进的 就是在台湾有引进 目前在我们医院是还没有 然后有些低能量的体外震波 那也许这些东西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个生殖器的一个血管的 一个血液的循环 那也可以增加我们勃起的一个状态 那再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 就有一些 类似一些注射器的一些状况可以使用 甚至到最后没有办法 可能就要植入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器材 来帮助我们的一些勃起的状况 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勃起功能障碍 没有什么 勃起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提早的问题 那这些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去做控制的 譬如说 如果说在这个刑房的时候 如果说在一分钟以内就提早射精 那我们这叫做早泄的一个状况了 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评估看看 那也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 造成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困扰 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 其实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接受一些治疗的方式 那其实这些治疗的方式 是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些药物 来去帮大家做一个这个性生活上面的一个提升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这个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些问题 如果真的大家有这些问题 那如果有一些害羞啊 为什么 这边有一些单章可以先参讨一下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可以也是到我们的泌尿科的这个门诊来接受咨询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那有没有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好 那谢谢大家